第二段影片有關文章的就是講後面的長題目 你看到後面三條題目其實都有些實驗題 所以如果實驗題我們是有一種exam skills要留意一下 所以這段影片先跟大家介紹一些exam skills 其實只為實驗題的話都是講Fair Test 而做Fair Test的時候大家要留意幾樣東西 Fair Test就是兩組setup,一個difference 第一件事就是有什麼實驗的目的 我們常見的字眼可以用purpose, aim, objective 當中objective是最pro的 我們知道實驗目標之後再想一下 在兩組實驗儀器裡面究竟有什麼不同之處 即是independent variable,iv是什麼呢 independent variable可以分為presence of something 或者是the amount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有沒有那一樣東西呢 可能一組的setup是有,而另一組是沒有的 那第二個是講到分量了,會不會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少呢 那這個是分量間的比較 用的詞語都會不同 有沒有的話用the presence of 分量的用the amount of 另外做實驗我們有個不同之處 而其他東西就要保持相同 controlled variable,cv 那常見的包括了the volume 或者the mass of something 而做實驗當然要有個實驗結果 要去量度 那這個就是dependent variable 而做實驗呢,剛剛才說過 既然有兩組的實驗儀器 那一組就叫做control setup 另一組就叫做experimental setup control setup和experimental setup分別是 control setup是沒有IV的 而experimental setup是有IV的 那我們有個實驗結果呢 就要兩組去進行比較 那比較完之後呢 就可以再綜合實驗目的 加比較去取得一個conclusion 實驗的結論了 那這個技巧呢 首先是這樣聽了一次 我們形容一下 實驗題 看看purpose是什麼 purpose呢 purpose呢 今次講了the effect of glucose on the color of glucose test paper 所以我們想看一下 究竟guclos 對於google test paper 有什麼影響 顏色 那兩組實驗 你看到一個不同的地方 一個是有gluclos的 一個是沒有gluclos的 所以看到今次的independent variable 就叫做the presence of glucose 而左手邊這一組呢 是有這個IV 所以叫做experimental setup 而右手邊這一組呢 是沒有IV 所以叫做control setup 那直接做實驗了 那做一下做一下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 咦 加完之後 這個顏色相高 是我們要觀察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dependent variable 那你講到這裡的時候 應該前面那幾格 大家都可以填到的 而直接飛下去呢 就去到D2這格了 to brand of test paper 為什麼牌子我們要保持一樣呢 最主要就是原來 這些guclos test paper 不同牌子是有不同顏色 亦都有不同顏色的改變的 所以為了實驗公平 用到一個牌子會穩陣些 好 那我們做實驗了 做做做做做 然後就需要去describe the result 描述實驗結果 而今次的實驗結果 是跟顏色相關的 如果跟顏色相關的描述 我會用turn from 一個顏色 to另一個顏色 又或者你看到它沒有改變的 remain unchanged 或者remain原本的顏色 所以我們就可以記錄 今次的實驗結果 你看到 如果我加了glucol solution 的話 colour of test paper turned from yellow to green 如果今次加了水的話 the colour of test paper remain unchanged 即是原本都是黃色 就顏著都是黃色 好 那比較一下 咦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 加了glucol 就會變 沒有glucol 就不變 所以結論就是 看完目的 就是只會 在glucol 加了的時候 才會改變顏色 turn from yellow to green 我們知道這個時候 然後呢 同樣的做法 我們可以試一下做第二條 那都是自己試了先 那試完呢 可以繼續播放這段片 那就是兩組 及現結果 目的是什麼 目的呢 都是看一下reducing sugar on the color of benedict solution 那剛才呢 我們知道的目標呢 就找回IV是什麼 IV這次是有suga 和沒有suga 所以是the presence of sugar 左手邊這隻呢 是有IV 所以叫做experimental setup 右手邊呢 是沒有IV 所以叫做control setup 那另外呢 在這個實驗裡面呢 我們會再看看 那個dependent variable 會是什麼 db 那我們應該會看到 實做下去的時候呢 顏色是會改變的 那如果加了suga 那個 你看到呢 會有一個ret prepet的 brickret ppt 就是brickret precipitate 那另一個呢 是remaint unchanged的 那然後比較一下實驗結果 回應回題目當中的目標 那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了 Only when reducing sugar solution is added brickret precipitate 才會變色的 才會形成的 那第三條呢 都是類似的做法 但是這次呢 就不是說有和沒有了 你看到呢 題目說明是amount of reducing sugar 一開始是0%的一支 第二支呢 多一點 越來越多 那這裡總共呢 你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支的 那所以這次呢 那個dependent variable independent variable呢 其實就會是 the amount of sugar 那這裡 究竟哪一支 才是control啊 誰這一支呢 因為是沒有independent variable的 那其他呢 都是一些experimental setup 那什麼conclusion 我們要拿到呢 就是你見到 原來越多 reducing sugar的話 你見到顏色呢 我們叫做 越暖色 so the hotter color of the benedic solution 那至於背後的原理 是什麼呢 因為它會形成 越多的brickret precipitate more reducing sugar more breakret precipitate 那大家呢 透過實驗呢 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結論的 那就跟我們第一版填充題的內容 其實差不多 那另外啦 這些實驗呢 大家在實驗室是會做的 那當我們做的時候呢 有些lab skill 今次都想大家留意一下 那什麼叫lab skill呢 就是做實驗的技巧 那第一件事啦 請大家記得 我們做實驗呢 通常會用多過一個耳氣 用多過一個相同的耳氣 譬如就著剛才這一台這樣 你已經用了好多的test tube 這一條都會用兩支test tube 那所以記得呢 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要label了它先 標示範圈子打邊子 如果不是呢 做做實驗就會亂的了 那另外啦 我想的實驗是accurate 而並非 inaccurate 那以一個volume為例 我們會把一些solution 加進去test tube裡面 可以是benedict solution 也可以是sugar的solution 那請大家呢 要用apparatus去做 就不要數number of drops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滴的number of drops 大小volume都會不相同的 而你用apparatus去做的時候 會拿到比較準確的volume 那另一點呢 就是大家做實驗的時候 其實都要準備不同的test tube 那以這裡為例 我們呢 會在一個大的位置 去抽取一些solution 放進去test tube裡面的 那大家同學呢 拿完 倒進去 用回同一支dropper 再倒進去 其實很快就會發現 咦 為什麼這支 這個baker裡面的水 慢慢變成藍色呢 因為呢 我們用了同一支dropper 那所以記得了 千萬不要節省 我們要幾支不同的dropper出來 那如果不是呢 不同的dropper就會 裝著不同的溶液 而這些溶液之間 就會互相污染了大家 那所以記得了 每一支的solution 每一種的solution 我們都用它獨立一支的dropper 這樣做實驗呢 就會比較準確一點 好 那有關1.1的內容呢 就講到這裡了